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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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所以 我们刚才讲了几个TUNE跟定义 如果大家很难跟现实的电脑 这个 连结在一起的话 我们重新来看 看一次 如果今天去买一个电脑的时候 什么样子你会说他是一个 Multiprocessor的Computer System 什么时候会说是Multi-Core 什么时候会说是Many-Core 所以呢 Multiprocessor的意思就是你买了一台电脑 如果你面打开来 你把机构打开来 看见里面有多个 CPU 或者是 可以计算的 像我们后来讲到的GPU的插槽的话 那个 就是MultiprocessorComputer System 也就是说 每一个买来的这个CPU或GPU也好 或者任何Processor的这种 最新的Processor的 这些Unit也好 如果你可以在上面插多个 你可以看见可以很多个插槽的话 这个就是俗称的Multiprocessor 所以 他还是在 你还是一台电脑嘛对不对 然后你还是这个Mutterboard上连接起来的 那这个就叫 Multiprocessor 那 所谓的这个 Many core的意思 指的就是 只是单一一个Processor 对不对 所以就像我们电脑 我们可以插两个CPU 四个CPU 但你一个CPU里面 如果就有 多个 计算核心的话 这个就叫做 Multiprocessor 所以他本身还不能算是一个 Computer System 只是 这个Processor里面 有Multipro core 那我们就称之为 Multiprocessor 所以 两个结合起来就是你可以有一个 Multiprocessor的Computer System 上面你再插 Multiprocessor在里头 那你的核心数就可以不断增加了 可以吗 所以当然就更紧密啦 因为他是在同一个 Chip上面 就有这些 计算核心 那到了这个 Many core的Processor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讲就像CPU一样 所以他就是一个 Single的Processor 那但是这个Device 这个Single的Device里面 他就有 非常非常多的Core 他自己本身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电脑系统一样 但是他在整个电脑 你买的电脑里面 他仍旧是你看见的就是这边看见的 对不对 一张卡 然后你就可以插上去 所以我一个电脑里面 现在最新的对不对 你可能可以插8张GPU的卡片在上面 帮你做计算 那每一张GPU卡 他并不是只是Multiprocessor这样子 他当然也不是一个chip 他是一个整个就像一个对不对 就像自己一个小型系统一样 但是他里面就可以整进100多个Core在里面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Many core 他就被这个挤进非常非常多的 一个single processor 但他的数量 是远比 传统的要多 那他之所以多就一定代表什么呢 他的hardware design上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revolution 就是整个其实是重新做过的 或者是 他的instruction的这个方式 处理的方式 其实跟传统的 我们俗称的 General Purpose的CPU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 Many core的processor 那这个其实是很新的 所以你会看见他的形态是 很多样化的 就像我们说有些人 最早期就是直接用GPU 你就把他当作一个Many core processor 到了Intel 对不对 他们设计了 这个 这个 Zion 5出来 那甚至于 这个我们刚才还没讲到 这个Tel 64 这也是这几年开始 新的完全全新的一些 Architecture 所以你会看见 他里面放的 是真的是传统的CPU 所以根本就没有做调整 可是 他在他的 Interconnect 就这个chip上面的network上 做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让这些core 他在同时运作的时候 他的 这些 这些bus line 这些 沟通的时候 读取资料的时候 他不会撞在一起 不然 你把很多东西塞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其实你很多会share 但是share当然可以减少很多成本 可以让 比如说距离变短 可是你相对要 这个处理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让他的 congestion 可以减少 不然你会发现大家你等我我等你 根本就是 只是在idle而已 所以你以为你跑64个CPU在里面 搞到最后等于只有一个CPU在运作一样 那就没有达到 效果 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但这个是 这几年来 很多很多的研究 跟 未来的发展在这边 好 所以这个就是 Manycore的processor 所以 你买来就是单一一个processor而已 所以一台电脑可能还是可以 通常还是可以插入非常多的 这个processor 在里头 好 那我们刚才是从这个processor的角度 对不对 去看一个系统的建构 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 到变得非常多个 的各种形态 好 那这边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去看这个电脑的系统的运作到底是 长什么样子 那就是从memory 因为我们知道计算就是 processor的memory 对不对 所以 以memory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这些 Multiprocessor的computer system 它的系统架构 在memory这边 通常就是会分成这两大类 U码跟 New码 也就是差别在于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系统一定都有多个CPU 对不对 那你的memory 当然也要share 因为这是基本定义 对不对 但是当你的这个CPU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让这些memory在这些CPU之间share 那它的架构 就会分成这两大类 那所谓的uniform 就像 看图上就是很明显 意思就是 大家都接上去就对了 所以不分 任何的区隔 也就是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 接到这个memory上面去 那这个就叫做 Uniform Memory Access 或者简称就是 UMA 那 这样的系统 当然最适合的就是 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些SMP 对不对 就是大家都一样 简单来讲 所以 当我们说uniform的时候 指的并不只是说连接的方式 重点是 它memory的access time 这个才是重点 就是memoryaccess time 必须要相同 也就是说我今天的这个程式 我不管是run在CPU 哪一个CPU 甚至哪个CPU的哪个core上面 它的memoryaccess的速度 是相同的 这就叫做uniform 所以它就叫uniform 指的其实是这个速度是 相同的 所以大部分的电脑 比较单纯 基本的电脑 当然都是用这样子的形式 那这样的电脑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在 执行 程式执行的时候 其实使用者不必太在意 我的程式 到底执行在哪一个CPU 因为他们都会看见的是相同的效能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一般的 Yuma 那各位的电脑 还有手机 我相信都是 这个样子 就是这种 很基本的架构 那 again 当你的scale变大 当你为了这些效能 你要增加更多的计算核心 更多的CPU 到你电脑系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memory 开始是battle neck了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接法 意思就是 你所有的人 对不对 可能都要去 抢 某一个memory的channel 或是boss 所以很容易 就一样的道理 当你的CPU 这些东西增加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有更多的contention 在里头 那就会变慢 所以所谓的 这个 Numa Non-uniform的概念 again就是在这个图看到的 这是什么意思 Hierarchy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要管理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 最好solution就是 Hierarchy 对不对 那 所以你就会看见 在这样的电脑系统里面 我们会把CPU就切成 四个区域 在这个例子里 那每一个地方 我就有一块memory在那里 那这块memory 就等于是这些CPU的 Local memory 一样 那其他的这个方案就是 remote的memory 所以这是一个Hierarchy 意思就是说 这个CPU同一个区块的 他access这个memory的速度 一定会比较快 对不对 因为他是直接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连到其他的memory 还是可以 因为这个电脑是share的 所以memory大家都连得到 但是差别在于 这边或画条线的原因就在于 这个CPU要access这块memory的时候 它要先跟这块memory 可以的controller先沟通 才能够去access 所以它不是直接 也就是间接的意思 那这样的好处 可想而知 因为Hierarchy 所以你可以建构更大的电脑了 对不对 就像这边例子 这边只有四个CPU 我下面就有16个 所以自然你可以想见 它是可以 scale变得更大 但是缺点是什么 可以说这个缺点 因为 你要remote access 所以你的路线比较长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access time 的memory的access time 变得不同了 也就是 non-uniform 对不对 也就是local会比较快 remote比较慢 所以这就变成 non-uniform的原因了 那这样的话的结果就变成 你在执行层次的时候 或说你在 allocate memory的时候 其实你要注意到 如果你想要你的效能达到最好 其实你摆在哪边 是有差别的 对不对 如果今天层次让在 左上角这边 那我memory却allocate在 右下角 可以啊 会有 有可能 尤其是OS 不帮你管理的话 只要看到有空间 我就丢过去的话 就会变成 remote access 那你的速度就会 一定会变慢 对不对 那如果 你知道这个 这个 系统架构的话 执行层次的时候 你就可以 好的OS 他就自动就帮你管理了 或者是至少他有一些flag control的方式 让使用只在执行你的层次的时候 他可以 告诉OS 然后指定 我的层次 要run在哪 或者说我在allocate memory的时候 我只能allocate memory 从我的local memory这边 要空间 就是我宁可 就是等 等到这边有空间 我才需要做location的动作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控制他 来去得到 make sure你在这个电脑上 执行的效能 是达到最好的 所以这个 NUMA 各位当然 可能不常见 对不对 但是其实在所有的高效能 计算系统 多半是这个样子 多半是用NUMA的架构 只要非常讲究效能 然后scale大的电脑 都是用这样的架构在run 所以 其实未来 或许各位也有机会用到 其实要注意一下 到底这个computer system 是NUMA的架构 还是 NUMA的 那NUMA的话 其实OS要做的事情 或使用者 对这个 程式执行效能上 就要更加的注意 其实会有很大的差异 在那边 好 你好 好 好 那我们刚才这就介绍完所谓的 Titly Couple 所以 虽然好像很多很复杂 但其实 他都是在同一台电脑 这个box里面的 就是你买来大概就是一个 server 那里面就有那样子 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 架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介绍 Distributed system 所以也就是所谓的 Loosely Coupled的电脑系统 好 那所谓的loosely 对不对 定义是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 他是透过 网路 所以就透过internet 对不对 去连接的 所以就是把很多电脑 透过网路线 把它连接在一起 所以这个其实 以一般的 对像学校 对我们常常 去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对我们把电脑 串在一起 变成一个 统一 去做 同样事情的一个电脑系统 就变成一个所谓的 分散式的系统 就像我们说internet 广义来讲 如果你把internet 看成一个系统 是可以的 而且他就是一个 分散式的电脑系统 对不对 透过这些 这些cable 去把它连接起来的 好 那 这样子的连接呢 跟之前的最大差别 一个是连接的方式不同 对不对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的memory memory的 这个定义 他就变成全部是local的 也就是没害电脑 都有memory 可是他们是不会share的 对不对 就像我们今天 透过网路可以连到别的电脑 不代表别人可以直接去使用我memory 我电脑上的memory的空间 对不对 一定要透过我的程式 我的OS 我才能去使用 所以其实他们是 分开的 所以这就是 distributed system 跟之前我们看到的系统 最大的差别 那 这样子的 电脑系统的目的 也跟之前也会蛮不一样 之前我们都讲都是效能 对不对 performance 所以是增加计算核心 但这个方式 虽然也可以增加计算核心 可是更常见的主要原因 是在于这些几个 对不对 像是resourced sharing 为什么我们会上网 其实是为了在sharing resourced 或者是information 对不对 所以我去你那边去抓照片 我去 抓东西 抓档案 对不对 这都是resourced sharing 那第2个原因就是要做 load的 balancing 或是sharing 所以 今天如果有很多台电脑的话 那 我有很多台电脑的目的就是因为 当有一台电脑的工作量太多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些4个工作 让另外一台电脑 帮我去分担 也就是直接把他移过去就对了 所以我就可以让大家 我会有人 有人这个太多的工作量 然后在那边 等很久 可以让大家可以评分 所以大家可以同时把事情做完 那 第三个 我们刚才说 Perole的System 也有提到reliability 但是其实 Distribute System 才是真正最注重reliability这一块 什么叫reliability呢 也就是 同样就是让我的系统 不会因为有一些 fail的发生 和crash掉 让它很可靠 很reliable 像资料不会掉 或者说我程式不会 被kill掉 为什么分散式系统 比较容易做到 因为每一台电脑 是独立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相对之下 电脑跟电脑之间 其实它只是连接在做 这个资讯的沟通而已 所以当一台电脑坏掉的时候 其实 通常是不会 其实是不会影响到另外一台电脑 对不对 所以现在很多分散式系统 或是大家有听过什么 cloud computing 对不对 就是用很多台电脑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实现 reliability 所以这一台电脑坏掉 没关系 我就把它这件事情交给另外一台 有一台电脑坏掉 就把这件事情交给另外一台 或者说我的资料 我可以备份在很多台电脑 对不对 很多台电脑同时坏掉几率 这其实是蛮低的 那如果是perable processing的 这个processor的系统 毕竟是同一台machine 所以 你可以说 如果memory box 比如说坏掉 那当然就 真的整台电脑都毁了 对不对 所以它reliability 能够做到的程度 是很有先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分散式系统 它根本就是不同电脑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memory 有自己的disk 对不对 所以当然它的reliability 就可以做到 比较高 好 所以很多分散式系统 现在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好 那分散式系统的架构 它简单分就比较单纯一点 就是所谓的peer-to-peer 跟client-server 这两个大家 也太常见了 所以大家应该要稍微 知道一点 因为其实 一定大家常常在用 那client-server 简单来讲 就是master-slave 对不对 所以一看大家就知道 也就是这种系统的运作 有一个server在那里 其他人呢 都是所谓的这些client 或者是worker 也就是透过server 控制 他才能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事情 所有事情都必须要透过server的centralized 一个control 这就是所谓的 client-server 那这个大家很常用到啊 比如说ftp 对不对 大家常常在传ftp 都知道我要先 我是架ftp的server 还是我是架ftp的client 对不对 所以 是很明确的 一个人是server 一个是client 至于资料的流向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它整个运作是有一个是server 它是能够控制 这个整个连线 是不是能够 去运作的这台电脑 就是server 好 那这样的架构通常就是很容易 比较容易 去建起来 像大家如果去写一些网络的课 可能有些作业就会请大家写这种 这种沟通的 的一个network的系统出来 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系统的坏处当然也很明显 就是server往往就是一个bottleneck 所以很多分散式系统 他们当然还是选择了用client-server的架构 去建 尤其是我们说云端计算那些 那些Google Microsoft的那些cloud 去管一个data center的时候 因为方便 所以他们还是用client-server 但是 他们会下很多的功夫 比如说server 没有人说它只能是一台电脑 对不对 我其实也可以用10台电脑 当作server 也就是说他们的角色 是server 但是这个角色这件事情 我还是可以用分散式的方式 让10台电脑或20台电脑 去做处理 所以比如说有一台server如果毁了 我可能有一台master server 他坏掉了 我可以立刻把这个职权交给backup的server 那这样我就可以达到 对不对 reliability 但是我 我还是一样 其实是server client的架构 所以中间有很多 中间的solution在那边 但基本上 他这种方式是比较容易架构的 但是 value 这个 怎么样去make sure 因为server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server没了 那真的整个系统就不能动了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 这边毕竟是所有的这个workload都进来 所有的工作量都要通过server 所以server成为会效能的bottleneck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它 至少减轻 他的工作量 比如说 能做真的要需要计算的部分 可能还是都让这些client去做 然后server他要去沟通要去处理的事情 都是最重要 但是都是最简短 最轻松 或是最快可以做完的事情 所以这就有很多设计在里头了 那相对于client server 在分散式的这个系统里面 另外一个做法 就叫做peer-to-peer 也就是没有server 那 所以叫做peer-to-peer 因为意思就是 每一个人都是peer就是 同僚或同仁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是相同的角色 就像各位 同学之间 同一个修为同一个课 那大家都是peer的 这个角色 所以并没有做区分 谁是master 谁是slate 那 为什么他们还能沟通呢 那就是代表 你在写peer-to-peer的这个系统上 你会制定一些 proticle 或者是rule 或policy 让他们follow这个proticle 他就可以沟通了 那 这样的做法 最重要的就是 没有single point of value 对不对 所以 今天任何一台电脑 死了 或离开这个系统 peer-to-peer的系统 一定都可以继续的运作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不对 大家都只是来来去去都可以 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必要的 在这个系统里 甚至要两台电脑在这里 他就成为一个peer-to-peer的系统 那 所以 他非常的reliable 基本上他就不会因为 任何一个电脑 而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 那他的loading 通常也就很balance 因为大家都可以 共同的去做同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系统 其实 各位也常常在用 尤其是 去网路上 如果你去抓 看电影 或者streaming 的service 对不对 现在这个网路实在太发达了 我相信大家去 要去看球赛或什么 一定都去网路上找一找就有 对不对 那 这些系统 全部都是peer-to-peer 所以你可以想见 那些影片的量 是很大的 然后全世界的人 比如说都在看奥运 我在看世界杯 对不对 那大家都要看同样的content 所以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从 一个server那边把资料给copy过来 对不对 其实是 大家互相去share 就近的点 然后就去 读取那些档案 那去分担这个load 那所以很多的streaming的 尤其网路上的streaming的系统 都是peer-to-peer 那 尤其 其实 again internet 我们说 你就把internet想 其实他的确是一个系统 他的确就是一个分三支系统 那internet 就是标准的peer-to-peer 所以 其实internet 我们知道他是 大家 不知道早前有看过这个电影 阿诺言的这个 魔鬼终结者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他的敌人是谁 Skynet Skynet是什么 其实就是internet 真实就是如此 internet是不会被shut down的 真的是 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organization 对不对 在管理internet 可是 到处你都可以上网 对不对 然后这internet他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永远不会break 你可能你自己local 你可能没办法连上internet各种原因 但是internet永远存在 你唯一把internet消灭掉的方式就是把所有 这个 连在一起的所有电脑全部把它给拿掉 但这件事当然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从这边就会看到peer-to-peer 其实是非常powerful的 好 所以大部分的网路上的 其实很多 是透过这样的架构 去建立的 好 那 根据连结的方式是刚才那两种 那 常常在分散式系统这边 大家也还会听到了几个turn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第1个就是cluster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要知道 重极电脑 重极电脑 那就是所谓的cluster的system 那cluster system 它其实 是属于一种分散式系统 因为我们知道cluster它其实就是把很多台电脑连结在一起 所以 符合 分散式系统的定义 但是它又在分散式系统里面 比较 这个 它算一个subset 比较特殊的 一种系统 那这种系统特殊的点在哪 就在于 它的网路的连结 通常是local area 也就是说它的网路 比如说它的网路的bandwidth 或是它使用的网路线是比较好的 所以它的 沟通可以再更快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internet 可能很远嘛 从台湾连到美国 至少也要delay相对就会比较久 送一个讯息的delay 那cluster它当然 它在同一个 通常它就在同一个区块区域 那同一个机房 比如说 所以它们都是会非常近的在一起 所以你就可以去 建这些所谓的local area的network 所以它的传输速度 重点就是传输速度可以再更快一点 因为 毕竟传输还是很花时间的 这只要稍微知道就好 有兴趣的自己去查 怎么样可以让它最快 目前最新的technology 叫做infinite band 这已经用了好几 这过去十年了 自从它出来之后 我知道大家在 宿舍 你也可以build cluster 因为大家都用Ethernet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 但是 这些比较high performance cluster 或是super computer 它们用的就是 infinite band 大家自己去查 速度就会快个10倍 价钱也是 10倍以上 这是相对的嘛 但是有付出 它真的有得到 它真的是 很快 所以真的很讲求电脑 这个效能的电脑 你去看 几乎都是用infinite band 为什么infinite band 快呢 其实我们这项课会教 就叫做 这个RDMA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Io 怎么样快 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infinite band就用了 这个大家已经很常用在电脑系统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 DMA的这个技术 但它把它扩展到 跨网路线 那所以当然Io就快 好 那这大家看一下就好 这没有那么重要 Cluster 当然也有分assimmon symmetric 跟symmetric 就是 很多台电脑 10台电脑 有一台可能是master 或者是 symmetric 就是所有的人 就是没有去分 这个稍微看一下就好 这个比较不重要 好 所以 统整一下 我们刚才介绍了 各式各样的一些名词 其实是 非常常见的 所以希望大家对于系统这个领域 如果基本了解的话 刚刚介绍这些名词要稍微记一下 然后它的定义 它的意义要稍微知道 能够区分 那我用个图来统整 简单来讲就是 一开始我们看见的 single-chord computer system 对 就像最早期的 PC 然后你把它 扩展一下 就变成 拥有multi-chord的 系统 所以你可能只有一个 CPU 但那个CPU就有很多个 Core 就像手机 对不对 你可以再扩展一下 就变成 现在比较常见的PC 或者说server 这些伺服器 对不对 你会发现你的主机板上 不会只有一个 CPU的插槽 其实你可以插好几个 甚至你可以插GPU 插CPU 或插不同的一些 coprocessor 这些就叫做 Multi-processor的 系统 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 Processor 它可以插 很多样化 然后很多数量的 再往外走 你就会发现 一台电脑 是有限制的 对不对 我的主机板再怎么做 也就是那样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的 计算量的话 怎么办 那就是用cluster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很多台电脑 把它凑在一起 那就变成我们常见的 所谓的cluster 那cluster 通常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它至少都还是用local area 就是比较近 然后比较好的网络 去把它串起来 而且通常cluster做的事情就是它 所有上面灌的软体跟管理者 是单一的 所以 就像我们实验室 很多实验室都有建自己的cluster 去做计算 那上面灌的OS 可能都长得一模一样 对不对 然后可能 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在做管理 但是 如果你再往外走 就会变成最general 我们说的分散式系统 那就完全没限制 反正电脑跟电脑之间 能够沟通 去完成一件事情 那就是分散式系统 就像internet 或是说云端计算 这些data center 我们听过 这个 资料中心 它整个是非常大的一个scale 那就变成所谓的分散式系统 所以电脑跟电脑之间差异性 简单来讲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titly couple loosely couple 简单来讲就是 你在一个box里面还是 多个box box就是一个machine的意思 所以如果是titly 通常就是 你把它放在一个box里面的machine loosely 就会垮网络了 好 看一下